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义山就是中南山 阿发一听呢 就用太语向他们解释了一次 这些人一听顿时是一脸的崇敬 他们不问 知道太义山呢 肯定就是道教圣山 七师叔可能就是太义山上出来的隐士高人 于是再一次跪拜在七师叔的脚下 七师叔也不再理会他们 转身对我们说道 走吧 我们转身离去 到此为止 泰国房东的事情已经处理赶紧 这些将头师虽然报复心很强 但是以后借给他们胆子 他们也不敢去找那泰国房东麻烦了 我们呢 也就可以安心离开 当天晚上我就向房东和阿发辞行 尽管房东和阿发一再的留我们多坐几天 但是我们已经是无心逗留了 天沙邦的人已经到了泰国 试图整合整个东南亚的鬼魂市场 这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但是我并不关心这件事情 我关心的是赵鹏 这小子问题很严重 没想到会出现两个赵鹏 他一直是困扰在我脑子里的一个迷 所以我必须要尽快回国 刺探一下天沙邦的总部 一呢 是打探天沙邦的下落 二是见另外一个赵鹏 我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哪一个赵鹏才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 所以第二天 我们就坐上了返回国内的航班 上了飞机之后 七师叔和朱家宝就开始闭目扬身 赵鹏却是东张西望的 似乎对坐飞机很感兴趣 虽然我很讨厌他 但是看到他那傻愣愣的样子 又觉得他很可怜 说他傻吧 他又不是太傻 一般人正常的反应他都有 平时呢 只是只知道吃和睡觉 好像智商退化的厉害 只有呢 六七岁小孩的智商 而且还比较贪心 看到什么好玩的 他都偷偷的藏在自己口袋里 就连酒店的那些小零碎 他都会偷偷带走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好在呢 他只是一个儿童的智商 如果是成人的智商 如此贪心 可是真的可怕呀 下了飞机之后 朱家宝就嚷嚷着说 据说 咱们今天可要好好的搓一顿 泰国饭菜我是真的吃不惯的 什么都加咖喱 串味不说 吃起来酸不拉击的 跟吃馊饭一样 七师叔哈哈大笑说 呵呵 你是没到泰国做过和尚 让你去泰国庙里面当几个月和尚 你啥饭都吃不下去 不会吧 难道泰国的寺庙吃得不好 朱家宝呢 有些好奇的问道 七师叔解释说 泰国有个习俗 是男人呢 都得出家当几个月和尚 如果不当和尚 连老婆都娶不到 当了和尚之后 每天清晨要和其他和尚一起 成群结队的上街上乞讨 有些和尚在出家前呢 得罪过人 人家故意给他倒馊饭 按照寺庙里面的规矩 还不能扔 必须得拿回寺院 所有僧侣们乞讨的百家饭要放在一起 搅拌均匀 当然了 也包括那些馊饭 然后再分开吃 你想想 那个是个什么味道啊 我的天哪 这 这可怎么吃啊 朱家宝感到非常的吃惊了 七师叔笑着说道 呵呵 再难吃也得吃 不吃那就得挨饿呀 怎么泰国和尚这么懒啊 自己不会生活做饭吗 我也觉得有点好奇啊 不是他们懒 泰国的寺庙不生活做饭 顿顿是乞讨 这呢 是规矩啊 没想到 短短几天 七师叔就对泰国僧侣的生活是了如指掌 不愧是隐秘宗派的江湖人物 朱家宝带着我们到了一家非常讲究的宗餐厅 包了一个包间 叫了一桌子韭菜 我们呢 就开始吃喝起来 我本来不打算喝酒的 没想到朱家宝上了两瓶茅台 酒瓶一开 我就忍不住了 怪不得茅台卖的这么好啊 我不怎么喝酒的人 闻到茅台的香味 顿时时口舌生津 居然有了想喝酒的欲望 七师叔说 喝点吧 小兵 好事不从忙中起 今天咱们就休息一下 喝醉了睡觉 再说 这顿酒席也是应该吃的 为了家宝的事儿 咱们这几天可是辛苦了好几天呢 还节外生枝的搞出来好多事情 今天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于是乎呢 我们就一边吃一边喝了起来 朱家宝不停的向七师叔敬酒 以表示感谢 每次敬酒 我们都是对着干 七师叔也非常高兴 不知不觉的一瓶茅台酒就见了底 酒憨而热之际 朱家宝趁机说 七叔 我把那两个脏东西给送走了 宅子是不是要打扫一下卫生啊 你小子 有话就直说 那两个脏东西送走就没事了 你呀 是想让我帮你调整一下洋宅风水吧 这也不是多大事 何必要拐弯抹角呢 七师叔笑着说道 朱家宝有些不好意思啊 嘿 七叔 我知道你会帮我 不过我也不能让你白帮 红包是一定有的 七师叔忽然皱起了眉头 什么红包不红包的 当年你在下面当个小干部 穷得整天推个破自行车 我给你娘看洋宅要个红包吗 要不是你当年有三寸正气 给再多钱我也不会干那个事 朱家宝被七师叔说的是一脸的尴尬 嘴里面连连说 是是是 七叔是高人 我这几年在名利场子上混得俗了呀 七师叔见朱家宝有些难堪 于是又说 放心吧 该办的事我都会办的 等会儿到你家里面去看看 静一下宅子也有必要 顺便再给你调整一下风水 朱家宝一听大喜 连忙又端起酒杯给七师叔敬酒 吃完饭之后 朱家宝打电话 让司机开车过来接我们 我们四个人喝了一瓶茅台 差不多每人都喝了二两白酒 半醉不醉 飘飘然然的感觉还挺好 不大一会儿就到了朱家宝的家 但是一进门还是感觉不对 房子里面有一股阴冷的感觉 虽然呢没有第一次到他家感觉那么强烈 但是这种阴冷的感觉却还在 奇怪啊 那两只鬼偶都已经送走了 怎么他家里面还这么阴气 虽然我喝了酒 但是喝的并不多 如果在喝酒的状态下 仍然能够感觉到他家里面有烟气 说明这房子确实是有问题啊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七师叔呢也觉得不太对劲 他嗅了一下鼻子 然后皱着眉头说 怎么还不干净 朱家宝一听吃了一惊 啊 还不干净啊 朱家宝媳妇从里屋跑了出来 积着画柴说 哪不干净啊 我天天打扫卫生啊 朱家宝说 没你的事儿 你快去给我们泡点好茶 他媳妇一听也不再多问 就去给我们泡茶去了 不大一会儿 他就为我们泡了好茶 我一看呢 茶水嫩绿 香气扑鼻 喝一口就觉得是口舌生惊 提身醒脑 我再轻轻一嗅 确实看到屋里面有一股 若有若无的轨迹 不对啊 他家里面养的两个鬼东西 不是送走了吗 怎么房子里面还有一股鬼气呢 我心里面是暗暗吃惊啊 七师叔似乎并不在意 他只顾呢 满条丝里的品茶 等一杯茶喝得差不多了 他才站了起来 拿着锣盘平端着 沿着墙角线走了起来 家宝 你带着我到所有房子里面 走上一圈 七师叔命令说道 朱家宝一听 就领着七师叔在家里面转了起来 朱家宝的家那可是真够大的 两百多平米 转完之后 七师叔又回到了客厅 朱家宝一脸不安的跟在后面 七师叔说 没事 两个过路的送走就行了 我知道七师叔说的呢 是两个过路鬼 但是我们给人屈膝的时候都不会直接说鬼 因为说鬼呢容易找鬼 这是禁忌 也是行规 这怎么过路的也来了 不会是走错路了吧 我家里面又不是菜市场 想来就来呀 朱家宝有些不解 七师叔说 这种事情可不是无缘无故的 也不是走错路了 而是你把它给招来的 我把它招来的 朱家宝瞪着一双大眼 不明白七师叔什么意思 家里面没事 最忌讳整天点香火 那东西闻着香味就来了 你想想 你供养那两个脏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早晚一炷香了 朱家宝一听连连点头 七师叔说 这就对了 你就算没供养那两个脏东西 早晚一炷香也能招来脏东西 而且你供养的那两个脏东西 叫古曼童 本身就是小孩的灵魂 喜欢呢招玩吧 你藏起在家里面香火供养 那不是越招越多吗 虽然呢那两个送走了 但是这两个过路的 还在这里流连不去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那怎么办呢 朱家宝是恍然大悟 七师叔说 没事 这好办 等明天再说 这会呢 酒劲还没退 吃了昏腥不能化福 你送我们回酒店休息 明天再说 哦 对了 你提前买个罗盘 房子里面阴气太大 需要罗盘镇宅 朱家宝一听 顿时放心了 他让司机把我们送回酒店 安排住下 这几天呢 在泰国一直没有休息好 回到酒店 我们洗了个澡 然后一觉 就睡到了第二天早晨 第二天 我们又来到了朱家宝家 准备给他调整一下风水 七师叔看到卧室里面有一个梳妆台 镜子正好对着卧室的门口 进门的人都会先照进镜子 把这个梳妆台抬出去 不能放在卧室里 七师叔是眉头一皱 朱家宝说 这个放在卧室方面 不好吗 好什么呀 脏东西 没事就喜欢照镜子 这个梳妆台 镜子太大了 又正对着大门 很容易找那脏东西 卧室就会不干净 朱家宝一听呢 连忙让人把梳妆台给抬走了 然后又调整了 寄出家具 摆放不合理的地方 最后 朱家宝新卖的罗盘 挂在了客厅门口 把指针呢指向了南极灵度位置 这样就可以挡杀妄宅 邪气也就无法入侵了 因为罗盘上面不但有阴阳甲子 还有太极八卦 可以呢说是包罗万象了 赤油被皇帝打败之后 灵魂附于罗盘的指针之中 所以罗盘不仅是看风水的堪育工具 而且本身呢就是一道有能力强大的镇宅服 家具调整好之后 七师叔画幅驱邪 同时呢用哨子扫地 这是一个宅静的仪式 符咒贴上之后 七师叔就开始正式干小鬼了 他早就准备好了几个雷管 从卧室往处赶 顶扔一个雷管 扔到卧室衣柜的后面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把人都给吓一跳 看起来有些夸张 其实不需要扔雷管呢 也可以把这席铃给赶走的 但是要给朱家宝做一个全面的敬宅仪式 就需要面面举刀了 所以每一个房间都要点燃一根雷管 然后再扔到客厅 最后还得在门口扔一个雷管 只听到砰砰砰的一片爆炸声 幸亏是下午啊 如果是大半夜的这么搞 非得把卓林佑舍给吓得报警了不可 然后七师叔呢 对朱家宝说 你去把这两个过路的送走 他们呢 一个是住在东边的 一个住在西边 你出门去东边路口烧三张黄纸 然后再去西边路口烧三张黄纸 一死一下就行了 别烧太多 朱家宝说 反正他们也挺可怜的 多少几张也没事吧 七师叔眉头一皱说 谁说没事 他们都是四处流浪 见过乞丐吗 谁给他钱他就缠谁 这就和施舍乞丐是一样的道理 歪好呢 给一点打发了就行 你烧太多 他就把你给记住了 下次还得来找你要 朱家宝一听呢 吓了一跳 啊 还有这回事啊 那我只烧三张 多一张都不烧 朱家宝按照七师叔的要求 在东西路口各烧了三张黄纸 送走了那两个过路的孤魂野鬼 整个敬宅的仪式算是完成了 第二天 我和七师叔根据朱家宝提供的线索 打算到离心岛去查看一下天煞邦的情况 听朱家宝说天煞公司在离心岛有一个生物科技公司 据说呢是高科技 具体搞什么谁也不知道 我们打算去踩一下点 没想到到了海边之后 我们才发现那是一个孤岛四面领海 整个岛屿呢都是天煞公司的领地 有保安看守 其他人根本是无法靠近的 他奶奶的 晚麻子搞什么名堂 防范的这么严密 七师叔叼着雪茄 看着大海深处那一座若隐若兴的岛屿说 我笑了笑说 不会是搞毒品生产吧 七师叔摇摇头说 难说毒品虽然利益大但是容易出事 这儿可不是金三角 还不如他卖鬼魂安全呢 赵鹏傻愣愣的看着大海一言不发 我正和七师叔说着话呢 忽然看到远处有几辆豪华的轿车向海边急事而来 七师叔取下来墨镜 仔细的看了一眼急驰而来的轿车 忽然说道 舔沙帮的人 快躲起来 我们急忙躲在一片岩石后面 不大一会儿几辆轿车到了海边 距离我们百米左右才停了下来 车门一开 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迅速下车 撑起呢一把遮阳伞 强迫来到第二辆小车跟前 恭恭敬敬的把车门给拉开 同时几位身穿黑色西服的彪悍男子 挡在了车前 车门一开 一个块头很大的男子从车里面钻了出来 我一看 此人正是王麻子 奇怪的是 簇拥在他身边的几个男子 我总觉得有点看不清 也不知是我的视线问题呢 还是距离太远的原因 白日鬼 七师叔忽然是脱口而出 白日鬼 我也好奇的反问了一句 七师叔眯着眼睛说 你注意看 万麻子身边的几个人几乎都是鬼 太阳下面根本没有倒影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没有倒影 我是吃了一惊 现在可是正午 历日当空的 怎么会没有倒影呢 听了七师叔的话 我是暗吃一惊 仔细一看 围绕在万麻子身边的几个人 古人呢 在太阳下面没有影子 卧槽 难道真的是白日鬼 我大吃一惊 揉了揉眼睛 又抬头 仔细看了看 还是没有人影 我顿时浑身打了一个冷战 虽然呢 是烈日当空 但是我却忽然感到 脊背发麻 浑身发冷 从我和师父学习悬术 我从来没有见过白日鬼 只是听师父说过有这种东西 白日鬼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鬼魂 不怕日光 可以呢 完全显形 在大白天混迹在商场超市 鸡头小巷 人流密集的地方 和普通人没有任何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地上没有倒影 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 也许我见过我自己不知道 因为大白天的谁也不会去注意对方有没有倒影 据说见到白日鬼是要倒霉的 没想到我今天真的碰见白日鬼了 瞧见没 这群人看起来很多 其实只有三个人 听了七师叔这话 我是暗暗吃惊了 这群人有十几个人 怎么会只有三个人呢 我瞪着大眼珠子 仔细看着那群人 发现只有那个打散的青年和另外两名随从是有倒影的 其余的人都没有倒影 而且在白米之内都会感到这些人影有些虚幻 模模糊糊的总觉得有点看不清楚 我还以为是我的视力有问题 没想到是这些人有问题 随着这群人越走越近 他们的人影变得渐渐清晰起来 因为速度很快 我根本就来不及看他们长什么样子 只能感觉到一阵很强大的力量从我们身边掠过 一阵阵阴风把我的头发都给吹了起来 我顿时感到杀气逼人 下意识地用手挡住了额头 就在我挡住额头的时候 他们很快地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奇怪的是他们从我身边走过之处 我都会感觉身后掀起了一阵若隐若现的灰尘 使那群人的人影变得有些虚幻 就好像脚底下带着阵风一样 直到他们远远离去走向了海边 身影呢又变得朦胧了起来 这群人到了海边之后 很快地从小岛上驶过来一艘快艇 停在岸边上了快艇之后 迅速地向小岛驶去了 很快地消失在了大海的深处 好大的煞气啊 七师叔自言自语地说道 煞气?什么是煞气?很威风啊 赵鹏傻傻地说着 七师叔看了赵鹏一眼说 你懂个屁 有煞气的人走进村庄鸡飞狗跳 那是因为他们身上带有煞气 牲口溅了都会害怕 猪圈的猪见了一般人懒洋洋的 但是见了杀猪和屠夫 立马就是屁股尿流 避之不及 这就叫煞气 赵鹏不吱声了 通过长期观察 我发现他的智商呢 也就是个六七岁儿童的智商 别说他不懂什么是煞气了 即便是大多数普通人 也不懂什么是煞气 普通人看到的是某人很威风 或者说很有气场 但是他们不知道 这种气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煞气真的这么厉害吗? 我忍不住问道 因为跟着师傅时间太短了 他根本没时间系统地教我这些东西 即便是有时间呢 他也懒得教我 因为这些东西在他的眼中都是什么邪气巫术 所以他只教我正法 不教我邪随巫法 民间呢是谈杀色变 其实我对煞气的理解也非常的模糊 当然厉害 道法里面有杀生符 古代打仗出征前呢 也要写是杀生符的 杀生符往地上一戳 连昆虫蚂蚁都要绕着走啊 杀生符这么厉害啊 我吃了一惊 还没听过有杀生符这么个东西 七师叔说 在远古时代啊 军队出征打仗呢 要在旗帜上面绣着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 那时候不叫齐 而是叫藩 青龙藩 白虎藩 尤其呢是白虎 是非常试杀的神兽 被称为呢 尖兵神军 有军队必有白虎藩 实际上就是杀生符 杀生符啊 有着神奇的杀戮能量 两军对阵的时候 哪边呢 杀戒比较大 哪边获胜的机会就会大 后来呢 演变成旗帜 为什么打仗的时候 无论多么惨烈 旗帜都不能倒下 因为杀生符倒了 整个军队就没了杀戒 自然呢 就会一败涂地了 原来军队上的旗帜 就是杀生符啊 还有这么个说法 听齐师叔这么一说 我才忽然明白 旗帜的意义 感到十分的兴趣 难道杀戒真的可以修炼吗 我想起了天煞帮的黑白无常 用杀戒作为攻击的武器 瞬间可以击倒几位大巫师的情景 当然可以修炼了 咱们在泰国见过那个白脸小子 他打出的白光其实就是白虎煞 他打的白光是白虎煞 怪不得那些人都是满脸乌青口头白沫呢 这么说天煞帮还真的是玩杀戒的专家啊 我听了有些吃惊啊 天煞帮自然是以煞技为主了 不然怎么能叫天煞帮呢 但是煞技性格暴拟难以驾驭 虽然说修炼煞技可以获得很强大的功法 但是对自己的伤害也很大 所以被道家列为尽咒 一般人呢都不会去修炼 练不好把小命都给练丢了 天煞帮以修炼煞技开宗立派 在隐秘的悬术江湖那是独树一帜 必然有过人之处 咱们这一次一定得小心行事啊 七师叔像我怎么说的 我没想到天煞帮怎么厉害 顿时心里面有点紧张了 七师叔要不咱们租个船 先绕岛转上几圈看看情况啊 我本以为这个想法非常的聪明 没想到七师叔说 你这是小聪明 这里又不是风景区 根本就没有游客到这里 你租个小船到处转悠 人家马上就会注意你 一旦对方提高警惕 我们就会劳而无功啊 那怎么办 又靠不了岸 我也没辙了 七师叔舒服的在沙滩上一躺 戴上太阳镜只说了一个字 等 等 我有点不解其意 七师叔逆而不宣的说 对 等天黑 我明白了七师叔的意思了 他是想等到天黑之后 坐鬼台叫过去 我看了看深蓝色的海水 心里面有点发怵啊 平时坐鬼台叫呢 都是在陆地上面跑 这次要过海 我这心里面有点紧张啊 万一那些鬼叫夫两腿发软 把我们扔到海里面 那可就完蛋了呀 我也躺下 闭着眼睛养神 赵鹏蹲在地上玩沙子 其实鬼台叫呢 下午就可以施发飞行 但是天不黑 我们不敢这么干 担心呢 会吓着别人 直到天黑以后 七师叔坐了起来 他看了看赵鹏 发现呢 他还在低头玩沙子 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 嘴巴里面还滴滴咕咕的 一个人玩的 那是不亦乐乎 七师叔叹了口气啊 忽然伸手 在赵鹏头顶上轻轻一拍 赵鹏头一歪 顿时浑身僵硬 直听挺的就倒下了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七师叔 你这是 我吃了一惊 七师叔瞪了我一眼说 别大惊小怪的 他这是假死 这个傻子 不把他给弄晕的话 怎么能做神仙椅呢 万一他要是大喊大叫的 把咱们都扔到海里面 那可怎么办呢 我听了是恍然大悟啊 原来七师叔 早就准备好鬼台教了 我们一般的都不说鬼台教 而是叫做神仙椅 但是赵鹏没做过神仙椅 肯定会被吓个半死 一旦大喊大叫 惊了这小鬼 那就会把我们 从空中扔下去 后果那是不敢想象的 七师叔为了预防他大喊大叫 跟随把他弄成了假死人 这样的话 小鬼也好抬啊 七师叔念了咒 拘来小鬼 抬着我们是离地而起 呼呼地向小岛飞了过去 据说离心岛原先是一个无名荒岛 天下公司收购这岛屿之前呢 就取名叫做离心岛 我们飞了大概二十来分钟 忽然感到身体一顶 仔细一看呢 我们已经到了这海岛边上 降落在一处岩石上 抬轿的小鬼不敢往前走了 把我们放在礁石上 就匆匆地离开了 连赏钱都不敢要 看来这个小岛果然有点不一般呢 连小鬼都不敢靠近 在落地的一瞬间 赵鹏的身体还是昏迷的 落地之后差点摔倒 亏得七师叔眼疾手快 一把拉住他 轻轻地在头顶上一拍 他一下子就恢复了知觉 睁开眼睛 打了个裂剑自己站住了 我们顺着礁石 悄悄地向小岛上爬去 我们走了有百米左右 就发现前面出现了电子围墙 不远就是一个白纸灯 还有呢摄像头 门口有保安室 围墙旁边似乎有 隐隐绰绰的人影正在走动 显然是保安在巡逻 整个岛屿都被照在了 一片电子围墙里 看起来那是戒备森严的 就好像是一个封闭的大型工厂 他奶奶的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看起来好像挺正规呀 我暗自地嘀咕了一声 七师叔说 是啊想进去还不容易呢 管他容易不容易 既然来了就必须得进去 按得不行再来明的 怎么说赵鹏也是发小 跟我一块从小玩泥巴长大的 好好的一个人进了天煞公司 现在就变成了这样 总得找个说法 我呢气呼呼地说道 七师叔看了一眼 傻愣愣的赵鹏 你先别挤 问题是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 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的发小啊 七师叔的话说的我也是一愣啊 是啊 现在是两个赵鹏 这个傻傻愣愣的赵鹏 跟在我的身边 跟着我们一起生活 我呢就先入为主地把他当成了赵鹏 七师叔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 只有见了万马子身边那个赵鹏 才能够确定谁才是真正的赵鹏啊 七师叔见我一脸纠结 于是笑着说道 不着急 车到山前 必有路 既然来了 总有办法能进去 我们正在说着话 有一个人影隐隐地向我们走了过来 七师叔急忙叙了一声 一把把我和赵鹏按在岩石后面 轻声说 把身法给隐了 我急忙在手心画了一个影字符 默念呢隐身周法隐藏了自己的法身 以免被对方捕捉到我们的信息 那个黑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我的心里边也有点紧张了 他离我们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 停住了脚步 但是根本看不清他的脸 只是感觉他很壮硕 他听了听向四周看了看 然后又转身向回走去了 这个人看起来很是奇怪 身上隐隐的有一股黑气 他不是向周围有灯光的地方走去 而是走到了一处阴暗的围墙中 往围墙里面一蹲就不见了 手怨鬼 七师叔也是吃了一惊 我感到是又惊又急不由地问道 什么手怨鬼 难道是专门守护院子的鬼 是啊 枕墙尸守怨鬼 小鬼跑断腿 什么意思啊 我听了七师叔的话呢 觉得很玄乎 感到十分的奇怪 七师叔黑黑一笑说 哼 听说过孟江女枯长城吗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那墙里面肯定有一具尸体啊 墙里面有尸体 怪不得刚才那个剑术的黑影走到墙跟前呢就不见了 七师叔一脸神秘地说 据说长城有一段城墙 一到晚上就会闹鬼 没有人敢靠近 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什么原因啊 我竖起耳朵问了起来 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候 不知道征用了多少民夫 日夜修筑长城 民夫呢缺一小时的 又没有时间休息 累死的人是不计其数 这些人死了之后不用埋葬 直接砌到墙里面 当墙筋使用 这倒不是秦始皇发明的建筑书 而是一种非常厉害的黑屋法 据说这些死人砌进城墙 可以加强城墙的防卫能力 一到晚上 这些鬼魂呢 就会出来在城墙边上游荡 起到守护城墙的作用 这就是镇墙师 后来呢 有些特殊建筑也沿用这种方法 鲁班经里面就说过这样的方法 主要呢 是用来防盗贼的 贼娃子如果不知道厉害 进了这样的院墙 那就是九死一生 所以才有镇墙师 守怨鬼 小鬼跑断腿的说法呀 其实说的话 是把我吓了一跳啊 因为我刚才亲眼看到一个 高大壮硕的黑影 往墙根底下一站就不见了 难道万麻子也学会了这招 我是非常好奇的问道 七师叔说 很有可能 这样的邪术也只有天煞帮会用 一般人谁敢在院墙里面埋尸体 阴气那也太重了呀 确实啊 在墙里面埋尸体 让鬼魂看家护院 只有万麻子这种杀气冲天的人 才能震得住啊 只是 这墙里面不知道田的是什么人 刚才看到那黑影好像挺高大的 我们正在悄声说着话 忽然听到海里面传来一声气笛的喇叭声 发现海里面有一艘小船正在向小岛靠近 一边鸣着气笛一边打着信号灯 不大一会儿货船就靠岸了 正好靠在我们长身的岩石旁边 我们急忙向后躲躲 这时只听电子铁炸了哗啦一声响 自动就给打开了 里面走出来一群黑影 这些黑影全部顶着黑布 并且用黑布把身体裹得是严严实实的 只露出两只眼睛在外面 看起来那是既恐怖又诡异 他们一言不发 静止的向货船走去 看样子好像是货船来卸货的 不大一会儿他们从船上抬下来一些白布裹的东西 大概有一米多长 有的甚至有两米长 不知道里面包裹的是什么 隐隐的感觉好像特别沉重 两个黑衣人抬一个显得非常的吃力 我操 这些人半夜三惊的卸什么货呢 白布里面包的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些卸货的人都是出力去扛活的 怎么还搞得神神秘秘呢 用黑布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真感到奇怪 忽然看到他们抬着白布里面 忽然露出了一个白森森的人腿 诶 多人时是把我吓了一跳啊 卧槽 原来抬的是尸体啊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赵鹏也看到了这一幕 吓得一下子张大了嘴巴 还没来得及发声呢 我就一把把他嘴巴给握住了 天煞邦可不是一般的总派 那可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杀人于无形的隐秘总派 他们派出两个自称是黑白无常的小青年 就把泰国那些顶级的降头师给收拾的是七零八落的 可见天煞邦的实力那是深不可测 我对着赵鹏耳朵轻声说道 别出声 千万别出声 让他们听到会弄死你的 赵鹏一听呢 吓得是连连点头浑身颤抖 等他清醒了 慢慢平静下来 我才把手给松开 我们躲在掩尸后门 目睹这群黑衣人搬运尸体 大约搬运了有十几分钟 有三个人忽然把黑白衣衫向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我们没想到这三个人会忽然向我们走过来 因为事情太过突然了 我们一下子都不敢动了 因为一动就会被发现 只好呢 紧紧靠在岩石的另一边 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这三个人走到我们这边的岩石边上 把拖下来的黑布罩子往岩石上一扔 一屁股就坐了下来 他奶奶的 怎么这批货这么重啊 一个人骂了一句 另一个人说 这批货都是从欧洲运来的 肯定是很贵重了 牛高马大的 个个都和骡子一样 说着三个人嘻嘻哈哈的笑了起来 点支香烟又抽了起来之后 我见他们脱下的黑袍呢 就挂在我身边的岩石上 触手就可以拿到 顿时是灵机一动 看了七十叔一眼 然后指了指袍子 示意把袍子偷过来 七十叔一见是连连摇头 示意我不可以冒险 我却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过了这个村那就没这个店了 于是悄悄的伸出手 轻轻的把他们的黑袍一件一件的偷了过来 然后又传给了七十叔 这三个人一支烟抽完之后 打算去干活了 这才发现袍子不见了 于是惊讶的说道 咱们刚才脱的袍子怎么不见了呀 另一个人四下瞧了瞧说 是不是让风给吹到海里去了呀 你娘 抽这烟都抽不利索 倒霉 另一个人张嘴骂他 算了算了 这东西又不值什么钱 回去以后重新换件袍子就是了 三个人骂骂咧咧的离开了 我是安安得意 发现这些人抬尸体的时候都不说话 正好我们可以穿上这袍子给混进去 我把袍子分给七十叔还有招棚 三件黑袍正好是一人一件 我们一把身体给五个严严实实 只是露出眼睛在外面 这样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跟他们一起进去了 我披上黑袍之后 正打算向大门那边走去 忽然被七十叔一把给拉住 我一脸不解的看着他轻声说道 干嘛拉我 七十叔低声说道 抬尸体去 我听了就是一愣了 我靠还真要抬尸体啊 废话 不抬尸体就穿帮了 七十叔瞪了我一眼说道 我一想也是啊 还是七十叔想得周到 不抬尸体就进去的话肯定会被人疑问的 于是我们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 从岩石后面又走了出来 硬着头皮加入这一群台师队伍中 向着货船走了过去 我们进了这船舱之后 立即闻到一股刺鼻的福尔玛林水的味道 怪不得这些人都用黑布捂住鼻子 整个船舱里面都是冷森森的 在空中分层了一层一层的隔断 整整齐齐的是白满的尸体啊 我操哪儿来这么多尸体 我看着是暗暗的发出啊 心想呢不抬也不行 可是我们三个人该怎么抬呢 那就抬一句大的吧 这样呢可以合理一些 我挑了一句高大的尸体 足足的有一米九几 然后跟着七十叔抬着 让赵鹏在旁边扶着 跟着那些抬尸体的黑衣人 一起很顺利的混进了大门 进了大门之后 我们又不能把尸体扔下 只好抬着尸体跟着他们一起走 他们走到哪里 我们就跟到哪里 最后进了一间很大的房子 里面也充满了刺鼻的福尔马林水的味道 房子里面有好几个大水泥的池子 里面装着福尔马林水 还有泡的全是尸体啊 几盏白层层的日光灯 照耀着池子里面的尸体 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池子旁边有人给抬进来的尸体编号造车 然后依次放入福尔马林水池里面浸泡 这里比太平间还要恐怖啊 我们把那具高大尸体放到池子边上 就赶紧给溜了出去 除了这间房子 我们立即躲到一边 正打算把这一身恶心的黑袍布子给脱下来 却被七师叔给拦住了 先别着急 咱们刚混进来 情况不明 先穿这玩意儿打打掩护 我一听呢 七师叔说的那是很有道理 这袍子暂时还不能脱 在黑夜里面还是保护色 就算是一不小心遇到人了 也可以装作是搬远尸体 这样也便于糊弄过去 我们不敢随便乱跑 就顺着一个走廊 踢着墙脚 小心翼翼的往前走 拐弯抹角的穿过了好几个走廊 忽然听到前面有人说话 帮主怎么让黑白无常去了泰国呀 怎么 你觉得不妥吗 这可是帮主的安排呀 嘿 也没觉得不妥啊 只是这么大的事儿 总应该找几个稳得住的人才 那才能压得住场面呢 嗨 你可别小看黑白无常 他们虽然年轻 可是三爷一手的古术出来 对付东南亚那些巫师还有神棍 那根本就不成问题呀 我抬头一看 发现呢 有两个黑影 这俩人一边说话一边走远 从对话里面的口气猜测 这俩人应该是天沙邦的小头目 其中有一个有点酸葡萄心理 可能和这黑白无常有些仇啊 顺着走廊走到尽头 我们发现有一道门 门口挂着黑布帘子 我心里面是暗暗奇怪 还从来没有见过挂黑布门帘子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看了一眼之后 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七师叔也注意到这个门帘有些奇怪 他悄悄的对我和赵鹏说 走 咱们进去看看 七师叔轻轻挑开了门帘 拉开了门 发现里面是一个幽深狭长的走廊 我们顺着走廊尽头 我们几个顺着走廊走到尽头 发现呢 又是一块黑布门帘挡住了前面 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全是黑布门帘啊 我呢 疑惑的问道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韦为您播讲 这几个小破针真能挡杀啊 我看着三根小小的缝一针 有点不太详细 七师叔是气得够强啊 他二话不说 一把从我手里面把针给夺了回去 你不用 确确 给这小子别上 说着 他把三根缝一针 别在了赵鹏的衣袖上 我一看 七师叔生气了 于是就嬉皮笑脸的说 七师叔 给我也别上 反正不用也是浪费吧 七师叔瞪了我一眼说 你知道老子是谁 老子是鬼手妻 鬼手妻的东西能没用吗 说着 又拿出三根缝一针 猛的往我手上一塞 直接扎在我的手上 我疼得吸溜了一声 差点叫出声来 忍不住低声说道 七师叔我是堂主 是你的上级领导 你这可是范上 我呸 七师叔压低生意 呸了我一脸唾沫星子 正咬发作 忽然呢 听到有人说话 抬头一看 发现前面黑布帘子上一条 出来有两位身穿白大褂 头上戴着白帽子的人 迎面就向我们走了过来 我们正想躲避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只好低着头迎着他们走了过去 诶 没让你们进来 你们怎么进来的 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的人 忽然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呢 另一个白大褂说 对了 正要找你们呢 走 去给我们搬货去 我操 又要搬货 倒霉啊 我和七师叔互相对视一眼 只好呢 听从这两位白大褂的时候 他们带着我们穿过走廊 七拐八拐的又转回那个 有很多水泥池子的停尸房里 进了停尸房之后 那两位穿白大褂的人 从身上掏出了一个纸条 递给那一位正在给尸体编号的人 那人接过纸条 看了一眼 就把纸条像一个大头盯上一窜 然后对两位身穿黑衣的人做了个手势 那位黑衣人就拿出一个长长的铁钩 伸到水泥池子里面去打捞尸体 这些人都戴着大口罩 几乎捂住了整张脸 在交流过程中 没有一个人说话 都是用手势和眼神交流的 非常的有默契 尸体被捞上来之后呢 那两个白大褂的人对我们做了个手势 让我们抬着尸体跟着他们走 我一看这具尸体 差不多有两米高了 他娘的真沉 我们只好忍住刺鼻的福尔玛林的味道 把这具尸体放在担架上 跟在那两个白大褂人的屁股后门 两位白大褂带着我们是七拐八绕的穿过了几条走廊 最后又返了回去 这次我才发现黑布帘子的门头上有一个黑色的门牌 上面写着灵魂研究所几个白色的大字 我操灵魂研究所 难道万马子搞这么多尸体是为了研究灵魂 我越发觉得有点好奇起来 我们跟在那两位白大褂的后门 连穿了好几道黑布门帘 最后才进入了一个大厅 大厅中间放了一台很奇怪的机器 随着上面红灯绿灯不停的闪烁 不时的发出唧唧的怪叫 唧唧的肚子是透明的 奇怪的是 里面还站着一个齿神露体的人 直勾勾的翻着两只白眼 一眨不眨的瞪着我们 看起来十分的怪异 我披了一眼就不敢再看了 周围的房间全部遮满了黑布帘子 连窗帘都是用黑布帘子 挡得奄奄实实的 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整个大厅有一种诡异而无法言喻的感觉 两位白大褂掀开大厅旁边的一道黑布帘子 让我们把尸体给抬进去 我们把尸体抬进去之后 顿时把我们吓了一跳 差点把抬的尸体给扔到了地上 因为里面全都是赤身裸体的尸体 有男有女有作有 做出各种奇怪的动作 有的侧卧在平台上 像美女蛇一样展示着 丰满臀部的美艳女士 也有大腿翘着二腿坐在那里 尤雅的举着酒杯的冷艳女士 还有低着头在那里做思考状态的深沉男士 更可怕的是一具奔跑的男士 他怒目虚张正飞奔着向我们跑过来 别害怕 你们是笛子进来吧 这些都是人体标本 不会动的 那位白大官尽我们一脸的惊恐 于是笑着向我们解释 我一听顿时松的一口气 原来这是虚惊一场了 这些尸体的动作都是静止的 它们都是一些人体标本 但是却被塑造得栩栩如生 就好像是真人一样 两位白大官让我们把那具高大的尸体 抬到一个铺着白布的台子上 然后解开果实布 原来里面躺着一个卷着大胡子的欧洲人 一个白大官拿出一根明晃晃的金属杆 就好像老式收音机的天线一样 它用那个冰冷的金属杆 拨开男士的眼皮 露出了白森森的眼珠子 它按了一下金属杆上的按钮 只听了一阵的声响 那具死尸的眼睛忽然发出了蓝色的电波 就好像高压电棒发出的电波一样 不过并没有那么强烈 滴滴白大官手里面的金属棒 发出了绿色的信号灯 它低头看了一眼信号灯上面的刻度表 气魂俱全 生前性格暴虐 凶狠好斗 需要强迫训练速行 说着就收起了金属棒 另一个白大官一听 就取了一个不锈钢的小铁锤 对着那具尸体的膝盖关节 瞧了一下 并且呵斥说道 站起来 我是大为好奇啊 心想这尸体能听话站起来吗 但是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人一锤子敲在那具男尸膝盖上 我轻易的发现男尸的嘴角居然微微愁动了一下 似乎呢 有疼痛的感觉 同时 我发现他的小指关节也动了一下 但是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站起来 他奶奶的 让你站起来 你抽什么嘴 你看看 这里 谁像你一样四脚朝天的挺尸 太他妈难看了 给我站起来 摆个造型 那位提着金属锤子的白大罐 骂骂咧咧的 举起小铁锤 砸向了尸体的另一个关节 咚 这一锤子力道可不小 可是砸在尸体身上 就好像砸在木头上一样 尸体的嘴角又抽动了一下 小拇指也跟着动了一下 但是还是没有站起来 卧槽 还真能挺事啊 我就不信你不起来 无论你生前再牛逼 到了这儿都得乖乖的听话 那位白大罐把手里铁锤一扔 拿起了一个巨大注射器 这个注射器呢 造型非常古怪 就好像一个冲锋枪一样 只不过前面是尖锐的针管 后面的玻璃管里面装的不是液体 而是好像灯泡路的电污丝一样 注射器的后面还连着电线 白大罐把连的电线 往墙壁上的垫鱼上一插 针管里面发出了耀眼的绿光 看起来是非常的妖艺 她奶奶得让你尝尝电针的滋味 白大罐说着把电力开到最大 尖锐的针尖变成了蓝色 打着皮皮啪啪的蓝色电火 不知道比那电线棍要威猛多少倍 白大罐双手抱住注射器 瞄准死者脚板心的涌泉穴 将打着火花的针头 猛的一下子就刺了进去 直前一道蓝色的电波在尸体闪烁起来 噼噼啪啪的打着蓝色的火花 那具男人忽然抽出了几下之后 跟着就发出了一声嚎叫 忽然一下子坐了起来 伸手把脚板心的注射器 一下子拔了下来 紧接着一声爆吼 像白大罐给扑了过来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靠 刺激过头了 诈尸了 白大罐是一声尖叫 急忙向后面推去 顺手抓起了一柄不锈钢的钢叉圈 向着僵尸就插了过去 这种钢叉呢 有点像是现在的防暴钢叉 是一个半圆弧的钢叉 可以卡住对方的腰部 不伤害对方的情况下 让其不能动他 从而束手就紧 白大罐一钢叉顶在僵尸的腰部上 没想到 僵尸一声嘶吼 抓住钢叉猛的往前一顶 只听得咕咚一声响 顿时把白大罐给顶了一个四脚朝廷 我没想到啊 这具尸体被这白大罐一记电针给打成了僵尸 居然会这么凶狠 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具僵尸就呲牙咧嘴的扑了过来 我按捏手印正打算出手制伏 没想到七师叔拉住我往旁边一闪 笑声说 别多事 另外几名白大罐一看这边 急忙也扑了过来 几个人一起抓起一柄大钢叉 一起呢 向僵尸插了过去 打算合力制服这个僵尸 果然呢 是人多力量大 他们一起推着钢叉顶住了僵尸 僵尸受到钢叉的阻拦 硬耿着脖子仍然往前冲 这些白大罐拼尽全力顶住钢叉 和僵尸呢 处于僵尸状态 僵尸剑无法前行了 就一声狂叫抓着钢叉用力一推 那几个白大罐就东到西外 一屁股坐在地上 僵尸发狂了 快快拉警报 有人呢 在墙上按下了电钮 只听一阵呜呜的暴警声 立刻冲进来七八个凶悍的大汉 领头的一个壮汉一头向僵尸扑去 只听扑通一声响 就好像两头牛撞在一起 那个壮汉顺势抱住僵尸 这男尸呢 刚刚变成僵尸 既没有獠牙也没有指甲 只好抱着大汉纠缠了起来 一人一尸缠倒在一起 就好像两头牛在打架一样 扑扑通通的气势惊人的 其他的壮汉也很奇怪 一个接一个的向僵尸扑了过去 顿时把那僵尸给撞到地上 一群大汉迭罗汉一样压在了上面 费了好大劲才制服了这群僵尸 然后把僵尸从地上给拖了起来 快把他们关进驯化器 这群壮汉七手八脚的把僵尸给压了出去 带到了外面的大厅里 一个白大罐迅速打开那个奇怪的机器 两个大汉把机器肚子里面那个翻着白眼的人给拖了出来 我这才发现这人神态呆滞 连走路都抬不起脚来 原来也是一具僵尸 那具僵尸拖出来之后 他们迅速的又把这一具发狂的僵尸给塞了进去 很快关上了透明的玻璃罩子 把僵尸呢禁锅在了机器的肚子里 那个僵尸就好像一头激怒的大猩猩一样 这里面是狂吼乱叫 凶悍的砸着玻璃的罩子 似乎想把玻璃给砸烂葱出来 害人至极啊 一位白大罐急忙按下了机器上面的按钮 只见玻璃罩内电光闪烁 蓝光闪闪 僵尸身上瞬间布满了怪蛇一般的蓝死电波 僵尸立刻开始剧烈抽搐下来 似乎呢是痛苦至极 大约过了有十几分钟 那具僵尸才老实了下来 不在那打砸机器了 而是好像打摆子一样 随着电波有节奏的哆嗦个不停 好了 没事的 大家都干活去吧 再凶的僵尸进了孵化器 那也得老老实实 先把这具僵尸关进驯化器 驯化几天再说 等它服软了 咱们再管教 给它摆个造型 做成标文吧 一位领导模样的白大罐摘下口罩 对大家说道 训化器 难道这玩意儿是专门驯服僵尸的 我看着大厅中央那奇怪的机器 上面各种红绿灯显示闪烁不停 发出滴滴的声响 里面那具僵尸也在哆嗦不停 看着十分的奇怪 走吧 七师叔悄悄拉了我一下 我点点头 拉着傻愣愣的赵鹏 跟着七师叔就向外面走 这里已经不再需要我们 再待下去恐怕会穿帮的 我和赵鹏跟着七师叔出来之后 心情淡定了不少 为了混进来抬了两次尸体 胆子也变得大了 才发现整个岛屿并不小 甚至有几公里的样子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啊 这么大的地方要藏几个人 那是不成问题的 七师叔 咱们到哪去啊 七师叔瞧了一下 发现四下无人 于是就悄声说道 这里是岛小梅堂大呀 咱们再去其他地方好好看看 我们跟着七师叔 时尔蹦跳如兔 时尔攻身前行 躲过了一个个摄像头和日光灯 走着走着忽然发觉前面 有一个牌子挡住了去路 上面写着危险切勿靠近 太扯淡了 有什么危险的呢 我们抬头一看 前面是一栋孤零零的楼房 圆柱形的 中共分成三层 外观看起来还是挺漂亮 但是所有的窗户都挡着黑布帘子 看不到一丝的光亮 楼房上面写着超级训话区这几个大字 超级训话区 七师叔皱着眉头看了一眼说 走进去看看 我们正打算进去 忽然听到屋子里面有人说话 好像呢 有人从里面出来了 我们立刻贴身藏在墙角 不大一会儿 从里面出了两个身穿白大褂的人 两人一边走路 一边说着话 一会儿就走远了 看来呢 是晚上下班的工作人员 等两个白大褂走远了 我们闪闪就进入了那一栋大楼里 掀开挡着门口的黑布帘子 发现一路的大厅中间有一座巨大的机器 机器上面有一排一排的按钮 各种红绿指示灯闪烁不停 从一楼到三楼有一个圆形的天井 这个巨大机器从一楼一直通到了三楼 看样子 这机器正是一个超级训话器 这么大的训话器能训话什么呢 我感到有些好奇啊 仔细一看 这个机器正面有一个透明的玻璃门 但是里面却是空空如也的 我绕着这个机器转了一圈 发现这个机器有四个透明的玻璃门 正好对着四个方向 仔细一看 其中有个玻璃门里面关了一个老道士 身上穿了一身道袍 花白胡子 脸色惨白 不用说这是一具僵尸 不过看起来还很体面 并没有被扒光了 这道士 头戴莲花冠 我怎么越看越熟悉呢 忽然心中也动 这不就是曹建文太阴炼行的那个老道士吗 我正感到吃惊 忽然听到奇事叔说 小子 快看 这边还有一个僵尸 我一听 急忙向旁边的那一扇玻璃门一看 顿时是大吃一惊 里面站着一个衣不遮体的女僵尸 披头散发的 上下嘴唇的獠牙都露了出来 呲牙咧嘴的 看起来是极为的恐怖 我仔细一看 这不正是蔡六纪恋的十心女煞吗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卧槽 这可是两具超级价实 怎么会在这里的 难道是万麻子掳获了他们 我想到这里 顿时是大吃一惊 看来这两具僵尸 并没有被他驯服 否则也不会关在超级驯化器里了 赵鹏见这两具僵尸如此恐怖 吓得一下躲在了我的身后 嘟嘟缩缩的缩成了一团 七师叔看了看说 这两具僵尸那可不一般呢 简直是杀气冲天 是啊 这两具僵尸很可怕 我梦已一般的说 七师傅看我如此神情恍惚 有些奇怪的说 怎么这两具僵尸你认识 何止是认识 我还和他们打过一架呢 我简直是脱口而出啊 七师傅吃了一惊 一脸疑惑的看着我说 你跟他们打过架 你何时和他们打过架啊 他以为我在说梦话呢 这两具僵尸都参见了 曹家文古墓那场大战 这个男僵尸就是道士墓的墓主 本是大清王青天间阴阳寺思政 他死后在曹家古墓里面太极练行 还等着复活呢 结果被我把棺材给开了 他一气之下就成了僵尸 我们就是在他的棺材里面 发现了太古罗盘天药盘 那个女僵尸更可怕 她是地杀星蔡六纪念的一具女凶尸 叫什么石心女杀 我简要的向七师傅给介绍了一次 七师傅听后感到十分的震惊 他一脸不解的说 这两具僵尸怎么会在这儿啊 他听到这里忽然也惊 难道这两具僵尸都让万麻子给收了 那天药盘 七师傅说到这里忽然停了下来 意识到那场大战最后的赢家 很有可能就是万麻子 他竟然连两具僵尸都给收了 那么天药盘很有可能被他得到 对天药盘很有可能就在万麻子手里 我肯定了七师傅的想法 七师傅眼珠子一转 急忙把我拉到一边说 既然这样 咱们可得好好想个办法呀 我看着七师傅说 想什么办法 这个小岛到处都是房子 谁知道万麻子把天药盘藏在什么地方呀 七师傅看了一下周围 一把拉住我压低声音说 小子咱们敢不敢来个曹英放火 然后趁火打劫 不行 放火可是违法的 到时候把警察都招来了 我听了连连摇头 七师傅说 笨蛋哪 谁让你这放火呀 咱们把那两具僵尸给放了 我一听 恍然大悟 立即伸出了大拇指说 妙啊 七师傅这一招确实是高明 这两个僵尸是异常的凶猛 一旦放出来 小岛必定会打乱 咱们来一个乱中取生 七师傅说 那机器我可不会捣鼓 放僵尸的任务交给你了 我试试 实在不行 我咋也把它给砸开 我黑黑一笑 捏手捏脚的像超级孵化器给走了过去 不管怎么说 我都要把这两个僵尸给放了 这可是两个超级僵尸 万麻子把他们给抓回来 无非是两个目的 一是驯化当作帮凶 二是在僵尸身上采集煞气 辅助他们练功 我走到超级孵化器跟前 仔细看了看 发现每个透明门前呢 都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上面写着open的字要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英文单词 那就是打开的意思 我看了看两个僵尸 一点反应都没有 心想 他奶奶的还挺乖啊 我可是来救你们的 你们可千万别发狂啊 要发狂 也等我走了再发狂啊 我想到这里 伸手把那两个打开的按钮 给按了下去 两扇玻璃门自动就打开了 我正打算拔腿就跑 却忽然发现不太对劲 两扇玻璃门打开之后 两个僵尸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傻傻愣愣的站在那里 依旧是一动不动 不对啊 这可是两具凶残的僵尸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难道被逊傻了 我搭着胆子 在女僵尸头上敲了一下 发现她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我觉得十分奇怪啊 又到那个老道士身上 也敲了一下 同样还是没有反应 奇怪啊 我还指望他们出来大闹天宫呢 这个样子可怎么能行呢 难道是被万麻子 采集煞气采过头了 还是当初掳获的过程中受了重伤 成了两句废识啊 我在胡思乱想 忽然看到有一个很大的绿色按钮 上面呢有个指示灯 正在闪着绿光 说明这机器还在正常的运转 只不过呢 是被我打开了门而已 我看到绿色的按钮上 有一串的英文字母 仔细一看 发现是休眠的意思 我操 原来这两具僵尸都处于休眠状态 怪不得没有反应呢 我顿时是恍然大悟啊 既然有休眠功能 那就肯定有苏醒功能 果然我在休眠按钮旁边看到了一个红色按钮 上面也是一连串的英文字母 我一看正是苏醒的意思 他奶奶的再重来一次 我将两扇透明玻璃门又再度关上 然后同时按下了两个红色的苏醒按钮 我刚一按下按钮 就看到里面蓝光闪烁 一道蓝色的电机打在那女士额头上 他猛然一下把头抬了起来 还睁开了眼睛 那边的玻璃房中的道士也是缓缓抬起头来 两具僵尸几乎同时苏醒了 我一看两具僵尸都苏醒了 心想这下成了 可以把它们给放出来好好闹一下了 于是同时按下了打开的按钮 谁知道还不等玻璃门打开 那边的道士在里面乱砸一起 震的机器蓬蓬作响 这边的玻璃门刚开了一条缝 女僵尸一爪子抓了出来 七寸长的指甲弯如钢钩 握住玻璃门一扯 硬生生把玻璃门给扯了下来 卧槽太厉害了快跑啊 这女尸比在曹解湾的时候还要凶悍 想起她在曹解湾古墨吃人心脏的情景 我顿时是心生胆寒 我急忙对七师叔打了个招呼 一把车去罩棚就向外面跑去 我们还没跑几步 后面就传来了乒乒乓乓的大杂声 这两个僵尸已经开始打杂了起来 我们跟着七师叔跑出来之后 迅速躲在一堵墙下 安安地欣赏即将要上演的大戏 接着就听到楼房里面乱成一团 不时传来各种声音的打杂声 看这尽头 这两具僵尸搞不好已经把机器都给拆了 可能是里面的打杂声音惊动了几名工作人员 他们可能已经意识到超级驯化区出了问题 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急急忙忙地向这边赶了过来 谁知道他们刚进了驯化区的房子 我就听到里面传来起一声淒厉的惨叫 紧接着就看到几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浑身是血 亮亮呛呛地从里面连滚呆爬地跑了出来 一边跑还一边惊慌失措地大喊 不好了 僵尸发狂了 僵尸要吃人了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小道士笔记 作者浅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虽然抱着看戏的心态 但是见到这几个人血淋淋的惨不忍睹 又感到有些不老人 看来这两具僵尸见人就大开杀戒 比原先的更为的凶残了 这些白大褂一阵的大喊大叫之后 整个小岛都响起了警报 不大一会儿 一群大汉飞跑着冲了过来 有人直接从一米多高的铁栅栏上一跃而过 简直就好像是超人一样 飞快的冲超级驯化区的大楼去了 有几个跑得快的一闪身就进了楼房 卧槽 弯麻子的人心里素质真的是过硬了 我看的是暗暗吃惊 这群人刚跑到门口 就听到乒乒乓乓的一阵响 里面接连的飞出了一些东西 这群大汉刚出到门口 就被砸的是莫名其妙的又飞了出来 我仔细一看 砸到他们身上的不是大腿 就是胳膊 甚至还有脑袋 血淋淋的全都是断枝断蹄 原来是冲在前面的几个人 已经被僵尸给死成了断枝断蹄了 连声音都没来得及发出来 然后又被僵尸当成武器给扔了出来 奇怪的是 这些被尸块打倒的大汉似乎并不害怕 他们从地上爬起来之后 异常的凶悍 呲牙咧嘴的又蹦又跳 飞快的又冲了进去 但是很快又被死成几块扔了出来 将门口正要冲进去的大汉再次给打飞出来 这些尸块被扔出来的劲道 大得难以想象 一个尸块飞出来 顿时把一群人都给砸飞了 有一个大汉被撕掉了一只胳膊 血淋淋的被直接扔了出来 他既没有痛苦的嚎叫 也没有拔腿就跑 而是一跳鸡翅膏 立即又向里面冲了进去 竟然是丝毫都不受影响 似乎不知道疼痛一样 反而变得更加的汗勇了 我看的是暗暗心惊啊 这两个僵尸这么凶残 可是这些人还是前伏后继的硬往上冲 这简直就是送死啊 难道都疯了吗 七师叔 你看到没有 这些人好奇怪啊 七师叔仔细盯着那群人说 不 他们不是人 不是人 我又是大吃一惊啊 七师叔十分肯定的点了点头说 是的 他们不是人 他们是行尸 行尸 怎么看起来和人一模一样啊 怎么会是行尸呢 我感到非常的奇怪 七师叔说 表面上看上去 他们和人没什么两样 实际上 他们是一群没有灵魂的躯壳 不知道痛苦 不知道恐惧 更没有感情 只会呢 按照指令行尸 我操 怪不得 胳膊都被扯掉了 还要去战斗 原来是行尸啊 我顿时就是 恍然大悟 看得骇然心惊 这些人都穿着同一的知识保安服 看样子是负责保安工作的 在警报声中 他们奋不顾身 害用至极 实在是太可怕了呀 他奶奶的 碗麻子真是想得出来 训练这么多行尸保安 还真是不好对付呀 我正说这话呢 只听得 砰砰砰的一阵乱响 那些行尸被接连的扔了出来 接着 两具僵尸横冲直撞的冲了出来 嘶吼着 逢人就撕 渐人就抓 虽然这些行尸害用无比 但是也顶不住 两个超级僵尸的横冲直撞 很快的 就被冲得是乱七八糟的 无人能倒 两具僵尸分别 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冲去 不大一会儿 整个小岛都打乱起来 到处都是惊叫的人声 还有奔逃的人影 好 咱们开始行动吧 七十数见目的已经达到 拉着我跟着人群明目张胆的跑了起来 我们进入这个小岛之后 一直都是躲躲藏藏 不敢的到处查看 现在乱起来之后 谁也顾不上谁了 我们也就不用再躲躲藏藏了 正好可以跟着混乱的人群到处查看 只有搞清楚整个小岛布局 我们才可能会有明确的下手目标 我们到处查看了一圈之后 依然呢 没有任何的头绪 这么多房子 究竟哪一间里面放着天药盘呢 我们总不可能挨个去查吧 七十数 不是说万麻子的别墅也在小岛上吗 怎么没有看到啊 我想天药盘肯定不在厂区 这么珍贵的东西一定藏在万麻子的别墅 七十数皱着眉头四下看了看 应该不会有错 家宝说别墅在岛上 这里应该是厂区 万麻子的别墅肯定不在这儿啊 我们正琢磨万麻子在哪住呢 忽然听到有人大喊 万总来了 万总来了 我们仔细一看 有几辆小车快速的向厂区驶了过来 雪亮的车灯在一幕中格外的刺眼 万麻子一到 将士很快会被制服 咱们赶紧去找别墅 七十数说道 我这心里面有点着急 怎么找啊 笨啊 顺着小车来的方向找啊 七十数说完呢 顺着小车来的方向就跑了过去 我一听 急忙拉着赵棚也给跟上 我们避开急迟而来的小车 顺着他们来的方向跑了过去 跑着跑着我们发现 进入了一条山道 原来万麻子住在山上 我和七十数对视眼 急忙拉着赵棚向山上跑去了 跑着跑着我看到的半山腰上灯火明亮 一片漂亮的别墅 在绿树眼影中若隐若现 他奶奶的 万麻子真会享受啊 七十数骂了一声 我们快速向那别墅靠近 我们大约跑了有十几分钟 别墅就已经在百米左右了 我们不敢再贸然靠近了 只好放满速度 拱着身子 借着树木的掩护 慢慢的向别墅摸去 万麻子的别墅非常的击败 在树林里边挣去了很大一片 就好像是丛林中的花园一样 墙壁上爬满了满满的花花草草 看起来叉紫烟红的非常的漂亮 在灯火的映照下 犹如是人间仙境 别墅门口 沾着两个鼻子的宝丸 就好像是门神一样 想从正门进去 恐怕是不可能了 看来呢 只能翻墙进去了 我和七十数仔细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互相对视一眼 借着树木的掩护呢 像一处偏僻的院墙摸了过去 我们摸到院墙跟前之后呢 顿时松了一口气啊 还好 院墙上面并没有电网 没想到小岛的外围 戒备森严 万麻子的别墅 倒是比较松懈 整个别墅 只看到门口有两个保安 并没有看到其他的保安人员 七十数看了赵鹏一眼 低声说道 你就在这儿 带着别动 乖乖的等我们出来 赵鹏呢 是连连点头 我们进去是找天药盘的 偷偷摸摸的 就好像做贼一样 自然不可能再带一个累赘了 上去 七十数拍了我一下 院墙并不是太高 我三下两下就爬了上去 然后一伸手把七十数拉了上来 我们在院墙上不能停留 因为太照眼被发现那可就麻烦了 于是迅速的跳进了院墙 我们进了一片花草之中 好像有什么东西刺了我一下 估计是玫瑰花的字 我呢也没有多想 就急忙拉着七十数给站了起来 谁知道我们刚站起来 顿时就是大吃一惊啊 某人发现我们面前站着一个高大的黑影 正死死的挡在我们的面前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渝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和七十数一下子愣住了 刚往下跳的时候 根本没有仔细看 跳下来以后 才发现面前站着一个人 而且非常的高大 他大概也没有反应过来 正傻愣愣的和我们四目相对 我一惊之下 伸手一拳向他脸上砸了过去 结果他不避不闪 让我结结实实的一拳砸在了脸上 只听得扑斥一声 就好像砸在西瓜上一样 还以为把他脑袋给砸烂了 我刚一愣时 忽然感到脖子上一紧 一只毛茸茸的胳膊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一拳不但没能把他怎么样 反倒是把他给砸得清醒了过来 他一下子就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顿时呼吸急促 头晕莫喧 立即要觉得快窒息了 就在这惊讶的关头 七十数一拳轰在他的头上 似乎也没用什么劲 可是那个牛高马大的家伙 一声不吭的就倒下了 这是行尸 不要和他硬碰硬 七十数说 他娘的又是行尸 我在嘴里面嘀咕了一句 心想万马子不但用行尸当保安 还用他来看家护员 真的娘的是个奇葩呀 看清楚没有 前面大树底下还有一个 七十数轻声向我说道 我仔细一看 前面五十米左右的一棵大树下 果然呢有一个黑影 它正隐藏在树荫之下 不仔细呢还以为是大树的阴影呢 我不敢大意顿时按捏手印 这些行尸不但没有痛觉 而且力气大的出奇 若是和他们硬斗 肯定占不到便宜的 我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别墅周围 靠近院墙的地方 不远就有一个行尸 不小心就会被撞上 他奶奶的 这可比电子眼都厉害 千万要小心啊 七十数向我叮嘱 我知道被行尸缠上会十分的麻烦 千万呢是招惹不得 于是和七十数躲躲闪闪的 借着花草的眼影 接连躲过了好几个行尸 这才悄悄的靠近了别墅大楼 小子 咱们不能从这么进去 只能爬墙了 七十数向我轻声说道 我在山上修炼了几年 天天都爱在山上攀岩 怕这个别墅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点 于是我和七十数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上了二楼 七十数说 你小子在楼上盯着 我去搜一下 若是万马子回来 马上通知我 七十数说完 人影一闪就不见了 堆偷东西 我确实不信 七十数毕竟是江湖高手 这种事情让他干是最好不过了 我躲在二楼的一个角落 替七十数放风 十分紧张地看着楼下 那些行尸在花园草地里面走来走去的 这些行尸本质上还是人类的变异体 只是呢 没有灵魂而已 某些方面反而比人类更加强大 我心里面暗暗的为七十数着急啊 希望他能够快点得手 就在我暗暗着急的时候 忽然看到山道上有几道雪亮的灯光快速的向别墅靠近 我一看顿时是大吃一惊啊 不好 那灯光肯定是万马子的车队 看样子万马子已经摆平了僵尸 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我们得赶紧离开了 我站起身急忙去找七十数 通知他赶紧离开 没想到刚走几步 面前忽然出现了一个人 那人正好和我迎头撞上 中间相距十几米远 坏了 我即使想一下子把他打晕那也够不着啊 他用精益的目光看了我一下 忽然喊道 诶 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就是来干你的 我低着头一言不发 向他呢就冲了过去 那人一见形势不妙 转身就跑 没跑几步忽然扑通一声滴倒在地上 我正感到奇怪呢 忽然看到七十数站在我的面前 得手了吗 我急忙问道 七十数气急败坏地说 得个屁 快走 万马子来了 我抬头一看 万马子的车队已经离别墅不远了 于是急忙提醒 走 七十数低喝一声 拉着我从二楼跳了下来 我们刚跳下来就惊动了一群行尸 他们屋里挖拉的向我们冲了过来 七十数也顾驳的那么多 一个手印把冲到跟前的一个大汉打倒在地上 转身向围墙跑去 七十数在前面开路 遇到挡道的行尸就是一个手印把他打晕 我们几乎是一路打到院墙根的 小子快上 七十数挡着行尸 让我先跳上院墙 紧跟着他也跳了上来 我们跳下院墙向山下跑去 那些行尸们也哇哇大叫着 从后面追了上来 可是 没跑几步 前面一道许亮的灯光 刺目而来 正是万麻子的车队 坏了 前有追兵 后有猛虎 七十数当劫乱乱 大喝一声 掉头 上山 十数说完 转身就走 向冲上来的行尸冲了过去 那些行尸没想到我们会忽然杀回来 顿时时措手不及 七十数几个手印就把那些行尸打倒了一片 为我和赵鹏冲开了一条路 我们紧跟着七十数向山上冲去 后面的行尸依然紧追不舍 不停地发出疯狂的小叫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群发了狂的野兽 看起来是非常的深人 赵鹏已经累得不行了 他气喘吁吁的 若不是我拖着他早就趴下了 他奶奶的这些人都疯了 怎么穷追不舍的 我是心里面暗暗着急啊 七十数对我说 这些都是行尸 没有人性的 和疯的差不多 还是快跑 落到这些行尸手里 还不被他们给活吃了 赵鹏听七十数这么一说 顿时是吓了一跳啊 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力气 居然一下子跑到了我的前面 卧槽 再没用的人也是有潜力的呀 我看到赵鹏的行为有些吃惊 我们慌不择路一直往前疯跑 跑着跑着我忽然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后面已经没有了小叫的声音 耳边变得清静了起来 诶 他们没追了 我停下来听了听 发现后面确实没有了追赶的小叫声 偶尔呢会听到说话的声音 但是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怎么回事 七十数也觉得有些奇怪 我喘着粗气说 哎呀管它怎么回事 不追就是好事 再追下去 非把我们给累死不行 估计他们也累了吧 也是啊 今天晚上闹腾了一晚上 我这一把老骨头也快顶不住了 来先坐下 喘口气再说 七十数说完呢 我们一屁股就坐了下来 开始休息起来 他奶奶的 这小岛 为什么叫离心岛呢 七十数自言自语的嘀咕了一句 谁知道啊 我累的连话都懒得说了 此时已经是五更 正是最困乏的时候 本打算休息一会再走的 没想到坐下之后 迷迷糊糊的 不大一会我就睡着了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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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